学生们带来可爱的传统五道 为了能够善用部落的在地资源 由香芬品牌公司日馆处以及饭店业者 与人和部落打成器座 透过马告开创香芬产业链 而为了回馈部落多年的配合参与 也特别将产品的盈余 作为国小的教育发展及客后辅导的餐食使用 我们每年透过一个商品的销售机制 回馈部落端 最主要回馈给的是人和国小的客后晚餐的专案使用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回馈 唤起部落端对自己的香芬文化 布农文化的认同 最主要是要带动整个香芬产业链的永续发展 这个活动的开头是来自于日月潭国家风景区 2019年我们进来部落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宣誓分品牌 这五年来跟着部落 跟着日馆处一起共同经营 希望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永续 然后明年可以回馈更多 从2019年在日馆处的支持与引荐下 新一乡丹大地区发展别具特色的马高香芬 不仅推出香水香皂及洗目用品 也结合饭店业者推出马高香芬主题方 甚至结合学校课程 让学生更认识部落特色的原生种 我们这是非常荣幸的可以再次的参与到 我们这个部落的一个公益活动 然后我们立立观光集团 其实一直致力于社会回馈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任何国小跟 新一份公司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让我们一起参与 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准备了小礼物 来赠送给我们的原香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也很荣幸的 我们把原香的味道带到我们的市区 带到我们的饭店 带到我们的宜兰日月坛 跟我们花莲墾丁 然后我们也希望把原香味道 一直扩展出去 校长相当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让孩子们认识部落的特色原生种 很感谢这次的宣日分品牌 宣良老师以及协力厂商 他们对于我们偏乡 长期以来的合作跟公益回馈 这个对我们学校的 教育发展基金 又有很大的帮忙 那同时呢 也带给我们小朋友 一个永续的概念 那从发掘部落的好 部落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更认识部落 美好的东西 透过公益回馈活动 除了希望提升部落小学的教育环境 更重要的是传达环境和产业 永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记者邱平易 新一乡采访报道